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木 不知道大家现在都有多少个精疲碎片了呢 关于第四周的指定精疲 大多数人看到大臂上的鸟指图案 都猜测是鸟指医生的 木一开始的话也是这么觉得的 但是现在有了另一种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活动 第一周的话是求生者这边可以选小说家 然后活动免费送小说家角色 另外商城里面呢 有小说家的等待动作跟蓝皮 第二周则是小女孩的活动 两边都没办法选 再看第三周 有一个神秘的个性动作以及等待动作 也就是说下周活动是监管者这边 可以选鸟指医生 然后免费送鸟指医生这个角色 这样子的话同时照顾到了两边的体验 另外呢还有这次精华3的名字是虚妄之宴上 也就是说还有下部 还有就是小作家跟鸟指医生角色的话都送了的话 新夏季精活的可能性不大 应该是第四周单独的活动 另外在小女孩精活故事视频中可以看到 末尾有一个披风男孩的身影 他会是谁呢 从体型来看不太可能是鸟指医生的 并且这个人和小女孩很熟悉 按照主线剧情来看的话应该是小说家 既然小说家和鸟指医生都没有精皮 那么第四周有没有两款精皮的可能性呢 然后大家可以用精皮碎片兑换其中一款 另一款的话可以用回生购买 但如果没有集齐碎片的话 也是可以用回生购买两款时装的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